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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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展覽最一開始的構想其實很單純 就是只是想要做一個沒有展牆的展覽空間 因為想要打破現在絕大多數當代藝術展 都會習慣先蓋展牆 將藝術作品區隔出他們各自獨立的空間 那有這個展覽構想之後 其實並沒有確切地去思考要怎麼進行 反而是後來剛好有一個機會 就是東海大學藝術中心邀請我 就是提出一個測假案 那我就想了想 因為我跟東海大學的淵源以及對他的認識 我想到就是東海它是一個 有非常多草地以及庭院的地方 然後它也算是台中這個城市裡面 少見有這麼多綠地和矮微粒的場所 那另外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對我而言 就是東海大學藝術中心的正中間 有一張非常非常大的展牆 那那個展牆它其實是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為了將它們兩根柱子遮起來 所以就把它們包起來 就變成一個非常厚重的展牆 就在展牆的正中心 然後他們拿來當儲藏的適用 那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做法 那就引發了我一個想像 就是我想將那個很厚重的大展牆 把它假想為一個城市當中的居住空間 就像是一個社區大樓一樣的概念 然後在四周圍邀請藝術家 他們來進行他們對一個院子的想像 然後無論是對這個展場設計 或是對這個校園 或是對這個展覽主題 提出他們的發想 所以這個展覽整個而言 它是一個限定 而且是限定主題的就是特定製作 從展覽到藝術家的參與本身都是 在他們作品提案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藝術家 跟藝術家合作最有趣的部分就是 每個藝術家的想法都很不一樣 像是專卡瑜的作品 它就是完完全全的從院子 是一片綠草皮 這麼單純的東西去做出發 所以它去拍攝了外野手 好像就站在一片院子上的這個意象 所以它跟這個展覽的連結是很單純的 就是院這個綠草皮 那像梁莉玲 它就跟院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但是它是跟東海校園有非常直接的連結 它就是靠用了神就是光 這句聖經裡面的話 因為東海是一個紀錄教校園 然後它就在東海校園 以及我們展場裡面 檢食了各式各樣的東西 它花了好幾個月去蒐集東海的土 東海的各式各樣可能會反光的垃圾 然後它將它們清洗乾淨 整理出來 然後拼湊成這個會反光的大型裝置 然後像是David Loom 這個義大利藝術家 他就是把自己套用在一個想像空間裡 假想自己就是居住在這個大廈裡面的人 然後他拿著他的相機 站在他家的後窗 就是往外拍出來的景色是怎麼樣 像是J.E. Park 它其實很明確 它就是做圍籬 就是院子有的圍籬 但是因為它做高高低低的 它就是想要去思考 第一個是院子圍籬的高和低和人的觀看關係是什麼 第二個是 它的這個圍籬其實你仔細一看就會發現 它是沿著木紋切割 而不像是一般的圍籬就是垂直跟水瓶 所以它其實一直以來 它的創作的重點就是在於 希望人們可以看到 原本好像不是主角那個東西 其實它是很重要的 那在洪韻婷的作品 就是觀眾必須要爬上那個燈高椅 他們會發現上面有一個望遠鏡 拿起那個望遠鏡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其實掛在展場兩側 貼著天花板高度的一些圖畫 它是上下顛倒的 但是當你爬上瞭望椅 拿著望遠鏡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正確的圖像 因為那個望遠鏡是被經過設計 它可以將你看到的圖像上下顛倒 變成正確的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的設計 所以很有趣的是 絕大多數的人拿起那望遠鏡 他們會感到一陣天旋地轉 因為你如果往右 其實你看到的東西就會往左 你如果往上你看到東西就會往下 所以其實大家在企圖要找到那個 他們想看的院子的圖畫的時候 會先經歷一陣天旋地轉的過程 才看得到那個正確的院的意象 那也有另外一項是台灣藝術家盧依林 她忽然提出說 因為她看了很多新聞 她感受到那個生活在城市 或者是在那個邊界地帶的動物 和人之間的關係 她覺得這是她現階段想要做的 就變成了現在我們展場裡面看到的 一個一個立起來很像動物的背影的那個 和出世我家的那件作品 這個展覽裡面 因為大家都是有不同類材 其中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你的國藝術家奧拉 她用的是聲音的素材 那這個聲音的素材其實 她有這個想法是因為 她其實是長期在國外旅行的藝術家 那她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住在中國 她在中國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在這樣子的聚落裡 你會聽到各式各樣的聲音 其實在每個國家也許都是一樣的 你站在庭院裡面 你就會聽到人聲 電視聲 汽車聲 蟲鳴鳥叫聲 所以她在回應這次展覽主題的時候 她就想要把這些聲音結合在一起 然後用各個不同的那個 手提音響不放棄 好像很居家的感覺 然後把他們聚集在那裡 就假想好像是各個不同單位的住家 或者是人聚集在那裡 也因此這個展場裡面 除了真正觀眾的聲音之外 它其實有一個無法變明的聲音 會一直穿輸在展場裡面 也就是這個展場 除了視覺因素以及光的因素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聲音的元素 是不可少的 然後再繞回來 其實你會發現 你不斷的在看到 藝術家們的同一件作品的各個原型 所以並沒有一件藝術家的作品 在這一區看完 就沒有了的這樣的效果 反而是在展場的各處 你會不斷不斷的發現 欸 這件作品其實還有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在這個合作的過程裡面 會發現每一個藝術家 他對於單一的主題 其實他們有很不可思議的聯想力 和發射出來的想像力以及方向 當代管 其實當初我想要這樣做 是有一種覺得 既然這個展覽本身 當初就是以一個 現地製作的概念去進行 所以它並不適合在這個展場裡面重現 那另外一個很大原因是 絕大多數 因為現地製作的作品嘛 他們其實絕大多數在展覽結束之後 都已經拆掉或是毀掉 或者是回到國外去了 所以在這個一個月的短期的時間內 並沒有辦法將他們全部的收回來 或者是說完整的呈現 那既然無法完整的呈現 加上這是一個現地製作的展覽 我覺得我就乾脆以另外一個 現地製作的方式 就是將這個展現地的 因為台形獎 它必須要重現 它必須要重現的這個前提 來把它用一個文件的方式 完全的重現它 那我不確定當 就是台形獎在以往有沒有人 有這樣子的做法 但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有一個很有趣的效果 就是觀眾 他雖然看不到任何作品 他雖然看不到這個展覽 但他其實卻看到另外一個展覽完整的角度 因為他不是看到片面的哪一件作品 哪一件作品 他也不是只看到了影片文字的概念 反而是他每件作品都看得到 儘管都不是真的 然後他場地的配置 以及場地的整體概念 因為是按比例 觀眾其實也可以感受得到 但他仍然是在一個虛空中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因為台形獎的這個制度 就是他希望可以讓觀眾 看到這個展覽的重現 但這個重現代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是在這一次的 就是我在仙地製作這個重現展的時候 另外一個想要思考的地方